作為總統 我的責任就是 守護國家主權 守護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同時 尋求兩岸之間可以和平共處 人民之間可以自由而無拘束 無負擔的往來 讓臺灣甚至兩岸 都能成為區域和平穩定的貢獻者 我要再一次強調 和平是兩岸唯一的選項 以維持現狀作為各方的最大公約數 就是確保和平的關鍵之要 特別是 全球都已經體認到 台海的和平穩定 是國際社會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的要素 任何一方不能片面改變現狀 兩岸分歧必須透過和平方式解決 因此 我們要持續努力 在確保主權和民主自由之際 能夠在尊重歷史事實之下 持續建構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 今天 許多政黨領袖和貴賓都在現場 政黨競爭是民主政治的日常 但我們可以齊聚在此 正是台灣難能可貴的民主風景 我衷心期盼 在選舉的競爭過後 我們可以放下激情 台灣內部可以尋求更大的共識 眾志成城 對外團結一事 我相信 這是我們不分朝野政黨 對國家的共同責任 我們願意以台灣的民意共識為基礎 以對等尊嚴為前提 以民主對話為程序 以維持現狀為核心 與北京當局發展雙方可接受的互動基礎 以及和平共存之道 我深信 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持 只會越來越強 在全球共同關注 並自力維繫台海和平穩定之際 我們必須掌握奇蹟 控管風險 進而讓兩岸 成為區域和平穩定的重要貢獻者 這是台灣朝野政黨 也是兩岸之間 無可迴避的歷史責任與共同使命